Hello,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HKDSE 2015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ction B, Question 46 Excuse me 最近都病得厲害,大家保重身體 好,留意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是未曾理解我為何要做這輯影片的話 請你Posture畫面 又或者你不清楚這輯影片是怎樣用的 請你Posture畫面 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好,由於這一個題目會講Linear Programming的東西 所以會講一下Linear Inequality Graph的問題 最簡單就是我們經常會把一個Rectangular Coordination Plane 分成Upper Plane和Lower Plane 即是上半版下半版的 我們分的時候 由於上半版就處於整個正Y軸 我們就說Y大於0 下半版就是Y小於0 其實這個等號就有一個等號 OK 好,然後我們不會永遠都是用Y等於0 這條線去決定上半版下半版 因為這個世界不會一定是這麼順暢 或或都是一條平線這樣進行 車線進行的機會會再大於平線很多很多倍的 平線就是Y等於0 因為它真的在0扭 即是X軸 如果一條普通的正線 我們就說Y等於MX加C 同一個原理就是它在上高大於MX加C 就是上半版 Y小於MX加C就會在下半版 OK 這就是展示一下給大家看箭嘴用的時候 方便我們去Display給人看 即是它for communication 好,第36條 我把圖圖圖圓風不動畫出來 有顏色看,看那三條線 如無以外 藍色的線就是取上半版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橙色的線當然取下半版 另外一條叫深紅色還是深啡色 差不多了 這條線就是取左半版的 OK 剛才就有說一個水平線的取上下半 現在這個軟垂線 我們就不能取上下半 軟垂線 我們只能有左右版的 可以嗎 即是叫做right plane和left plane 好 然後呢 題目上高就說 現在AB就是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restricted area 或者叫constrained area 就是AB這一點 然後他就問你 喂 有三個statement 那A是否小 或者等於4 如此類推 excuse me again sorry 好 然後呢 現在到底怎麼做 好 首先我們先寫下 剛剛剛剛說 這個restricted area 那些constrained 是怎麼寫出來的 正如我所說 譬如說 X等於4這個 左半版的粒粒數字 X都會小於4 因為就是 如果你看著我指著這個 就圓點 就是X等於1 等於2等於3 sorry 0 1 2 3 4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左半版的left plane 就一定是小於4 而這個Y Y等於X加5 Y等於X加5 它是取下半版的 所以呢 Y是小於X加5 行不行 另外一條 只要你把X串到對面 一起除以2 Y呢 由於除以2 這個是除正數 所以Y就不會令到 除以2的動作 不令到不等好轉向 所以我們就是取上半版的 OK 那你只需要套回A B 回到XY那裡 即X就等於A Y就等於B 一套回去 然後呢 然後呢 就透過這個 左右手 做一下這個加減乘除 就是這樣 左右手再加減 排好位置 你就會決定到 A就會小於4 B就會大於B-5 而A就會大於10-2B 那這三句話 正正就是你題目的三句Stament 而三句Stament 都是對的 所以這題目也是解答完畢的 好多謝大家 那你一看到這個紅色字 紅色的文字 就知道是白頭弓女華 當年的時間 那想當年呢 就在2014年的People1 就出了這個 Linear Programming 那如果你2014年出了 你給我暗保手估計 三年來都不出的 即15不出 16不出 17不出 因為我猜 因為平均來說 差不多五年出一次 即是隔五份卷出一次 他對上一次出 我忘記了是否在 2012年 我忘記了是否是 Practice Paper 我也要查一下 OK 按一按 我這個只不過是 曬一曬給你看 原來呢 這個Linear Programming 如果在Paperone出 就一定是 是個月部份題目 那我都希望 如果你如果 譬如說 我獎勵到MC 我會不會獎勵 這個Paperone呢 那我都可能 鼓勵你了 最好的準備 最壞的打算 OK 好 這裡一路都是曬的 就不多作講解了 只不過是告訴你 原來2014年這個技巧 是曾經出現過的 咦 為什麼會出這個 可能 可能 我是那條片 有的 那不要管了 白頭工女畫 當年的快閃時間 就搞定了 那現在呢 就看回這一頁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 helpful 麻煩你幫我 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Digi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因為我只能夠教你 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你生命 以下 一時第一間教會有緣 我們會在這裏相見 多謝大家 拜拜